有李俊是不是 假设今年11月退伍能领得到考基底年终吗 感谢回复 所有的年终奖金及考基的发放都有相关的规定 那以年终奖金来讲的话 就是按照你的月份来实施发放 那你如果是你说11月退伍 那你就把你的月薪 就是本凤加上这个专业佳级 乘以365天之几天你再赢 乘以1.5倍 那个就是你当年度退伍过后 可以领到的年终奖金 我再讲一次 年终奖金的部分 是你的月薪 你的本凤加专业佳级 乘以365天分支 看你几天再赢 再乘以1.5倍 那个就是你年度的这个年终奖金 那考基奖金的部分有一点不同 那考基奖金的部分呢 是要区分你有沒有令予考基 如果你那一年经过的月份 服役的月份有超过7月1日的话 你可以办理令予考基 那你如果退伍的时间点是6月20号 那你就没有令予考基 那你如果有超过6个月 然后不满一年的话 例如像你这个状况11月退伍 你就是有超过6个月 但是不满一年的话 你都可以办理令予考基 那令予考基的计算方式 一样是本缝加专业加级 乘以这个1分之1乘以1 就等于一半 就等于一半的意思 所以令予考基就只有一半而已 不是全考基 那当然如果你服役到了 12月31号的两次动动的话 你就是全考基了 那如果是令予考基 就我刚才讲的 你有服役超过半年 但是不及一年的话 你是要领取定义考基 就是原本的考基奖金 乘以1分之1 乘以2分之1 问题那么多 请问几岁后就不用教招 你说厨艺吗 因为没有什么几岁后不用教招 只有厨艺年龄 因为几岁后 跟你的服役时间点有关系 目前的这个教育着急的范畴 是你退伍后 八年内 召集四次违宪 每一次不超过20天 所以你要说 你退伍的时候是几岁啊 今天如果一个士官长 他退伍的时候是45岁 那他一样要教招 跟岁数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跟岁数没有直接关系 那如果厨艺的话 志愿 跟我说义务 义务艺士兵呢 是36岁厨艺 那你如果是志愿艺士兵的话 你是40岁厨艺 那你如果是下士 不管是志愿艺或义务艺的下士 中士 上士 全部都是50岁才厨艺 那你如果是士官长 那你如果是士官长 你是58岁才出义 那如果你是少位 中位 上位 你也是50岁 少校也是58岁 中校60岁 所以这个都是有相关的规范 但是通常教育召集是以你退伍的那一天往后算八年内你要召集四次 每一次不超过20日为限 所以你不能说我几岁可以不用交招 因为没有什么几岁不用交招 只有厨艺之后都不用 但是你说我刚才举的例子就很明显 你是一个士官长 你当到了40岁你退了 那你要不要交招 要啊 到48岁以前你也要招四次啊 是不是 那所以跟你退的年龄比较有关系 你如果突然问我说 我要几岁不用交招 那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 但是除役以后是真的不用交招 你士兵超过36岁 志愿艺士兵超过40岁 都不用交招了 但是你说你突然问我说 我哪个年龄我不用交招 那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 因为教育召集召集的范畴 依据这个后备军人召集 这个指导大纲 里面特别就 还有召集计划 召集规则 里面都有特别提到 都是退伍后八年内 以四次教育召集为限 每一次不超过20天 这个就是教育召集的次数及时间 原来我省交招好多次 我是说以四次为限 那如果你因为某一些状况 而有跳过某一次 或是某几次教育召集也是有可能 包含你办理这个静后传招 缓除静招缓招 和免这些部分都有可能 因为你当下办理了哪一种的免除 该次召集也有可能次数变少 也就是说你可能就学 你本来第二年退伍第二年 你要调到你你就学了 那你就有一个证明我在就学嘛 就学就是不需要被召集嘛 那你可能就学毕业之后 你开始召集 你可能剩下三次 你可能剩下三次 所以不一定说每一个人一定会调到四次 可能选员也有关系 或者是你有提出一些相关的免招 也有关系 我只能说最多四次 最多四次 应该不会有人五次吧 不过今年以后可能有 因为现在国防部 就是已经在研理说 第五次有奖励金嘛 那或许可能有人会为了一千多块 然后进去第五次也不一定 但是我不会 一千多块真的是太少了 没有什么优务力 有要增加模拟成真 对这个刚才我有讲 你刚才没听到 这个我刚才有说 就有关城镇作战的部分 我也希望 这个全民防卫动员署 能针对这个厕所加以 这个加到这个训练课表里面 会对于我们对实战这个状况 会比较好一点 女军 应该的应该的 不要这么讲 为什么六军团始终不让你去外面 叫其他军团 六军团 因为军团什么我不知道 反正 如果你按照调职的话 当然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说明的那几种方法 你说军团有没有权利不要让人家调职 当然有 我曾经跟大家讲 只要你打报告调职 你绝对要经过连长 营长 营长 旅长 军团指挥官 陆军司令部的核定 你才有办法调职 那你说今天你上层报告的时候 军团直接把你挡住 人事官直接把你支掉 这个签一个垃圾文 就说本部没有相关职缺可以调整 他直接不让你规答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那你说只有六军团这样的话 应该不会啦 因为你要调职 一定要打报告 你要看你的室友是什么 我常常就讲说 最让人家感动的是什么 加雷案 你打报告 如果是加雷案的话 我相信通过的时 通过的那个几率 绝对比你直接用其他理由通过的 几率会比较高 不能说一定通过 我只能说几率会比较高 对不对 你今天你在六军团 你明明你住台南 可是你在六军团 然后可是呢 你家里的父母亲 都得了重大的这个疾病 需要你本人回去照顾 你每天回家可以照顾到他们 但是你在六军团 没有办法 那你就可以打加雷案 把这个状况跟长官报告 希望能调整到 建筑地附近的单位 以照顾家人 这个就很容易让长官感动 因为